在这个实验里面,我们会观察一个动量手行的例子。 这两个人分别坐在小车上面,然后拿着繩的一端。 当较重的人拉动较轻的人的时候,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? 现在试看当较轻的人拉动较重的人,又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? 你可不可以利用动量手行定律,来解释你所观察到的现象呢?